主席 毛院长 各位先进 大家早 台下轴 本席今天要谈表演艺术国际政策 应跟上世界潮流 艺术节是欧洲艺文的活力全员 透过全球表演艺术团队的交流激荡 市民以及数以千万的观光客 可以全然地随时竞论在艺术节庆氛围之中 丰富了欧洲的艺术文化 生活美学和经济市场 今年9月 欧洲艺术节组织 从31个欧洲国家中 总共760个艺术节中 选出最引领潮流的12个艺术节 颁发了首届的欧洲艺术节奖 以肯定这12个艺术节的指标性和影响力 这12个艺术节可以反映欧洲当代艺术发展潮流外 也意味着它应该是全球表演艺术团队 最应该参与交流的舞台 我国文化部近三年来 累计编列了2300多万预算 辅导29个团队 出访欧洲参与两大重点艺术节 包含法国的亚维农 以及英国的爱丁堡 可是这两个艺术节 却不在这12大节之中 这意味着我国的国际参与艺术政策 未能掌握全球的发展 欧洲是世界艺术文化的领头羊 在欧盟委员会及欧洲议会 长期关注下 不断地提出当代艺术文化的命题 而欧洲艺术节组织 于去年开始 以艺术承诺当地社区参与 以及欧洲与全球经济前景 三大影响性做评比 对欧洲各地的艺术节 给予品质认证 让欧洲各地多元艺术节 可以被看见 以促进艺术节之间的交流 并蓬勃艺术文化的发展 这一次被选出的12个艺术节 它反映了欧洲区域的文化艺术特性 与市场演绎的趋势之外 也代表它在欧洲与全球经济上的发展潜力 本席认为 我国表演艺术的国际参与 未能进入国际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节之列 这意味着现行政策没有跟上国际潮流 文化部每年补助艺文团队 赴欧洲参加的国际艺术节 没有充分掌握全球艺术核心与命题的滚动发展 本席在此呼吁 文化部应该重新检讨 我国国际艺术节参与的政策跟补助计划 不要让全民期待的国际艺术发展 及参与政策与全球脱钩 陈委员正香 李委员贵明及王委员玉明 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 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